我第一次看到 人家當心面膜 我跟你說 那張秀卿很照顧 我孫 陳孟賢 你要讓我們 收錢 趕緊讓他生生胞胎 不然不會耍你囉 來 恩寶再來 我跟你說 這聲音沒中 人家後面就不來了 然後我過在那裡 就一直跟神明道歉 宋慈寬 對不起 他們兩個不懂詞 你不要生氣 你不知道 你聽聽 因為 結果大概一個多月吧 天啊 我去就要拍 我MC竟然來了耶 為什麼要再跟小劉橋去求 就是去孟賢音的廟 去我們小劉去介紹 我自己的廟 自己的廟 家族的廟 宋子觀音 真的 不是 因為那一次呢 失去賺錢 然後呢 我一聽到啊 這孟賢跟我說 他們家的那個宋子觀音很靈驗 因為去年呢 是郭婷筠去表演 結果回去就懷孕了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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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補帶有什麼啊 我就覺得說 唉唷 那應該是喔 宋子觀音特別安排 然後就是表演結束之後啊 然後突然我就很想去拜拜 然後我就說 那我去拜一下好了 因為說實話 我已經停 已經停半年了 對 那個時候 停了半年了 我想說已經沒希望了 對 結果 我想 好吧 那就去拜一下 快點來啊 去拜 去拜 然後你知道他阿嬤 阿嬤是長期嘛 然後他還有一個阿嬤 阿嬤的長期也來了 兩個喔 他阿嬤就開始跟心臉說 我跟妳說喔 又拍檔了喔 我第一次看到 人家幫心臉講話 真的 阿嬤 欸欸欸 我跟妳說喔 那張秀卿很照顧喔 我孫 陳孟璇喔 他們兩個兄弟啊 你喔 要讓我們 手腳了 趕緊讓他生生胞胎喔 不然喔 會耍力喔 來 恩婆再來 對啊 真的 我跟妳說喔 這聲如果沒中 後面就不想來了啦 你如果讓 手腳了生雙胞胎喔 這聲我們這裡就風動了啦 所以不管用你所有的功力 絕對要讓他掉胎 要讓他生雙胞胎 然後我過在那裡 就一直跟神明道歉 宋子冠 對不起 他們兩個不懂事 你不要生氣 不知道 妳平均 因為 因為神明有發力 他們兩個沒有啊 對 對 所以我說煩惱 我一直把神明回去說 對不起 對不起 不好意思啦 不好意思啦 我喔 如果真的會生 我絕對 幫妳搬乾淨啦 搬乾淨這樣 你回去有什麼 然後呢他就 阿嬤就拿了那個 神明在喝的酒 嗯 然後就給我喝 嗯 然後喝完之後啊 然後他又跟 觀音球他的 他的神器 他的神器就是法器 一件好可愛的那個小背心 神明的那個小背心啊有沒有 就是他阿嬤起擋的時候 都要披那個披風 然後才就起擋這樣子 然後他就說 我就他就拿出來 然後說 來 這個就是 觀音媽要 就是宋子觀音要給你的 他說你要放在 拿回去台灣之後 你要放在房間 但是不可以有人 可以摸到他的地方 對 然後我就放著 然後結果大概一個多月吧 天啊 我去就要拍 我MC竟然來了 哇 妳已經停經半年 然後才放一個多月 那個就來了 而且很正常都五天 然後每一天的顏色都正常 表示是健康的 對 到現在都還持續的 每個月正常來 對 所以我就覺得 加油加油 然後我就對著那個 就是那個駕駛 然後我就跪著跟他說 觀音啊 謝謝謝謝 我知道 妳開始在跟我討三天了 妳要持續喔 我心裡 告訴觀音說 等我 我要帶著我的寶寶 一起過來 然後再把妳扮成 很痛 把妳扮成 或是叫寶寶 對不對 太棒了 一定可以的 我 是